當一個男人踏入三、四十歲 男性荷爾蒙膏軟酮就會開始下降 就會出現關節痛、多汗、睡眠質素差 容易累、容易生氣、精神緊張 鬍鬚生長變慢 甚至清晨撥起的次數會減少性慾下降 這一方面肯定是每個男人最擔心 如果長期很嚴重的膏軟酮水平下降 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增加了糖尿病的風險 甚至對骨質疏鬆都會有影響 至於肥人就要特別留意 因為膏軟酮下降的速度會比其他人快 而且更加早出現更年期 肥胖在脂肪內會有很多酵素 將身體內的膏軟酮轉化成女性荷爾蒙 從而令整體男性荷爾蒙水平下降 如果肥胖很痴肥 可以做多些運動甚至減肥 那些方法是可以幫助到的 坊間有傳一種自測的方法 拉低條褲自然站立 如果向下看 可以見到自己的膏軟 就代表膏軟水平仍然正常 會否站著看不見到膏軟 這些都不太有科學的根據 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現在有些問卷可以幫助病人 評估到他大概有沒有機會 有些相關的症狀 因為身體內的男性荷爾蒙水平 都會隨著時間有改變 我們都會建議 然後早時間大概9點到11點 去檢查這個男性荷爾蒙 水平比較準確 如果發現自己踏入更年期 又有沒有得醫 每一個月或三個月打一個荷爾蒙針 荷爾蒙的藥膏、藥貼 也可以經過皮膚吸收 那個男性荷爾蒙 雖然男性荷爾蒙越旺性 男性的魅力就會越濃 但史丹福大學的研究發現 男性荷爾蒙體質會越虛弱 越容易感冒 在研究中看到 免疫力或白血球的功能會下降 某程度上好像拿走身體營養 一邊是增加身體肌肉 另一邊是白血球免疫力 那邊就會減退 才會弱些 最好不要為了健美或做其他 用荷爾蒙去激發自己的肌肉增加 變得更加強壯 其實終極對身體的免疫力 甚至心臟的功能都有影響 中風保護傘 全面抵擋心血管危機 醫生專家教你識別老中風先兆 急救導師教你中風口訣 譚笑容兵 來科專科醫生否釋中風藥物治療須之 還以推薦7款預防中風湯水茶療 日常按壓保健月位疏通經絡 物理治療師示範 調住做康復訓練 一書囊括、預防、診治 和復原三個階段的中風知識